尊敬的米苏斯金总理 我很高兴啊 同你皆是 时隔三年多 再次访问友好邻邦俄罗斯 我是倍感亲切 我这次访问俄罗斯呢 将同普林总统 全面总结我们双边关系发展的成果 剥划未来的一个时期 双方合作的蓝图 目前呢 中国的全国两会啊 已经胜利闭目了 国家机构 全部领导人都已经选出来了 各种机制都要让他在 2023年啊 进一步活跃起来 通过这些机制 共同来推动 实现两国啊 更多的合作项目 取得新的成果 在这里呢 我也是欢迎 米苏斯金总理啊 到中国去 我也愿意和你进一步呢 交换意见 多多数换意见 对咱们 进一步 都已经进一步了 对咱们 对咱们 进一步了 感谢观看